民主黨主席柯文哲是陷入政治先驚爆假帳的風波 而當時2024競選總幹事黃珊珊是經過中平會的決議 是將她停權三年處分 而這也是代表說2026的黃珊珊是無法代表民眾黨來參選縣市首長的 也因此前民眾黨的中央委員張藝善就說著此舉也是等同於斷了她的政治生命 但你來聽她的隨性說法 他們秘書長也講了停權包含所謂的提名權跟所謂的參選權 都完全剝奪 因為三年的時間包含在2026跟2028 他都沒有機會所謂的代表民眾黨參選 所謂的包含區域立委部分區立委以及台北市長或是縣市首長 都已經失去這個機會 所以等於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講 他等於是政治生命的終結 其實跟所謂的開除無異 但是為什麼要做停權不開除黨籍 主要還是為了保住柯文哲 而且把柯文哲在這個政治獻金案的責任 全部推給黃珊珊才做出這樣的處分 好 現在黃珊珊是無法代表民眾黨來參選2026年的縣市首長 但是對於這樣的一個懲處 張藝善也說不排除之後 有可能會再掀起一波逼宮的聲浪 以上是靜音消息的把閒聽頭交給彭的直播 民政黨中平會對黃珊珊處以停權三年的處分 這等於黃珊珊確定無法參與2026年的大選 更多的分析時間交給蘊涵 好 靜音的確這中平會對於黃珊珊的處分 珊珊來辭 但是黃珊珊沒有辭 昨天確定是停權三年 那麼不開除 黃珊珊是保住她的立委職了 不過其實你看到其實昨天中平會 對她停權三年還是對她造成影響的 往現在往後算三年 等於在2026她的市長路確定斷了 那麼你剛剛畫面上也有看到 這前民眾黨的黨員張藝善有提出 她認為這一次停權黃珊珊三年 那麼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如果沒有辦法選舉的話 等同於她的政治生命結束了 好 現在除了黃珊珊 她們針對這黨內的這些爛杖風暴 還沒釐清之外 大家也非常關注其他的案件 爛杖風暴的部分 其實你有印象的話就可以發現 每一次問到阿伯說 這杖到底怎麼回事 昨天問她說這監察院 4月就已經發現有問題了 但是阿伯怎麼回答 他說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這不知道喚起大家的記憶 您還記得嗎 在2016年的時候 當時的市長是郝龍斌 郝龍斌因為美和事案沒有說清楚 2016年1月的時候 人家柯文哲也有罵這個郝龍斌 什麼都不知道 不如去 這字有點重 大家自己看 而現在網友就說 這難道是一個回力標嗎 好 現在不僅僅是黨內的 作賬出狀況 阿伯也許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但是涉及著財團利益 以及其他的案件恐怕 很難避免接下來的搜索 您看到現在包括了這個 北市柯案件 北市柯案件其實包括 台北市議員張思剛 有成立了一個叫做 跨黨派議員專案調查小組 那麼也根據了這北市柯案 發現當中的一些缺失 包括當時柯市府是否一再放寬 所謂遭標條件 未標而標呢 還有三基地並標也失去了 增加市府收入的機會 那麼這些內幕當中 是否涉及了一些土地問題 現在就是相關人員 想要調查的重點 那麼除了剛剛提到的 這北市柯案 還有包括了像是民進黨立委 柯建民的助理周軒他提出 之前其實他們到訪美的時候 租車費花了80多萬 那麼這件事情黃珊珊昨天有解釋 當時是跟吳欣營一起去的 所以其實這費用才會這麼高 但是周軒又再度打理說 奇怪 吳欣營當時後 翻開資料來看 他跟的是立院黨團一起去訪美 那麼申報上怎麼會申報在 大選的政治獻金當中 就難道說你可以利用這立委之職 用所謂的立委的身分 申請這個出公差的交通費 然後回來再用這政治現金 再申請一次嗎 周軒現在又提出了相關質疑了 好 不僅黃珊珊 不僅柯文哲 而柯文哲的妻子 現在也深陷風暴當中 來看到這一張圖表資料告訴您 好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柯文哲之前的隨行攝影官 就特別在這社群上面發文 他說他看到陳佩琪去看 一點而已的豪宅 內心非常的憤怒 因為他自己曾經浪費了7年 他這樣說7年幫柯文哲當什麼 當詐騙集團 甚至當時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這個柯文哲在跟著 連勝文來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這個前攝影官是形容 當時還幫著阿伯打了選戰 甚至在2020年 在選戰勳調下 還說阿伯都沒有 阿伯真的都沒有嗎 現在這一個 柯文哲的潛隨行攝影官 相當懊悔 他說他們家根本就有 另外一個聖文 這邊指的恐怕就是 陳佩琪提到了說 兒子已經30歲 希望讓他有自己的家 那麼到附近看房子 看到1.2億的豪宅 現在外界很關注說 如果你有心想要買 這樣的房子的話 你錢到底從哪裡來呢 另外他要用兒子開人頭公司 這個連也要他到與會說明 而陳佩琪的回應說 他還要去看 所謂的檢舉信函 再來對外說明 而以上是這一節的政治推播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帶您來關心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正值金流案件的延燒 昨天民眾黨中平會做出財事 時任柯境總幹事 黃珊珊停權三年 不過這個停權三年 影響的是什麼 影響的就是他黨中央的職務 以及未來2026 不可以參選縣市首長選舉 不過先前黃珊珊 已經請辭了黨中央的職務 以及說他過去 也有用無黨籍 來參選縣市首長 外界好奇 這個懲處是不是有點太輕了 對此我們來訪問柯文哲 覺得黃珊珊停權三年太重嗎 唉 你會覺得太重嗎 來來來來 這次宣告黃珊珊的政治聲明已經結束了嗎 剛才直接有認為說黃珊珊 未來也是可以當即才參選 2026台北怎麼不及 這不關 你怎麼看 網友已經在挖起 2016年PK好龍兵說什麼都不知道 怎麼看網友這樣 就是 今天有會合 你去看黃珊珊 我去那邊有個週 我開紀錄 好 陳醫師今天下午這集人開會呢 好可以看到今天 柯文哲和陳佩琪是一同離開了家裡 那兩個人面對媒體追問都沒有回應 尤其陳佩琪還要準備下午的聯誼調查大會 所以他一直說他要趕著去開會 那柯文哲面對媒體追問說 黃珊珊的懲處是不是太輕了 是不是像是在立保黃珊珊 柯文哲都沒有回應 不過呢 柯文哲先前也說每天要求黃珊珊開像是疫情當時的查障記者會 不過今天目前為止都沒有收到採訪通知 那外界也好奇這個查障記者會到底還要不要開 尤其是黃珊珊的身份 是球員兼裁判的身份 那對於她的身份來開這個查障記者會 是不是結果還是把責任都推給會計師 外界也有些疑慮和擔憂 以上掌握最新消息把時間鏡頭交還棚內 外界呢也關注的是黃珊珊能不能夠選2026年的台北市長呢 對此民眾黨的秘書長表示 停權指的是停止所有黨內的權力 當然包括了初選登記 還有爭取提名都不行 謝謝 被追問辭不辭快不離開 黃珊珊硬邀前往中平會說明 再次出來心情看來很輕鬆 民眾黨中平會 討論政治獻金假證案包含黃珊珊財務長李文宗 以及會計師端木正是否受到懲處 但除了黃珊珊其他兩人都沒現身 目前聯絡不到 我們但是有發通知給她 也許她等一下就來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早知道這個鍋是背定了 民眾黨一開始就把責任都推給會計師 跟傳出科主席力保黃珊珊 讓她酬援兼裁判 主責善後 也在黨內掀起保山 扎山派的論戰 而黃珊珊在查章記者會時是這麼回應 總幹事責無旁貸 該負的責任我們一定會負 重點是在於說不管我是什麼身份 我都會負責到底 我們絕對也不是一個戀戰的人 重點是要把善後的工作做好 但數不戀戰的黃珊珊最後全身而退 稱處最輕被停權三年 等於還是保有黨籍不用請辭立委 只是失去了被提名權 2026無法參選 而立文宗以及端木正則被開除黨籍 被當成整起事件的季期 就是完生三委員身為我們這個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因注意而為注意 也應該負起他的政治責任 李文中財務長 我們處理 因為他有直接督導的這個責任 那嚴重他的疏失造成我們黨 這個嚴重的傷害 柯文哲黨務改革喊得很大聲 想安撫小草 但看中評會結果雷神大雨點笑 看來終究淪為過場 東森新聞真中心綜合報道 很難接受的是說 那為什麼第一天開幕的時候 或前幾天會有大量的支持者 來來政治獻金什麼的 那為什麼這個是要由木可來做處理 回想起來還是滿滿困惑 網紅朱惠榮售出滿滿KP小物 顯示自己一路走來有多麼利品柯文哲 結果這次爆發假帳風波 朱惠榮看不下去 爆料這些可能都跟木可有關 明明木可商店就設在鏡總旁邊 但所有志工都被鄭重告知 不要幫忙販售木可的商品 所有政治獻金都由木可工作人員接受 確實就是交代說 不要去幫忙販售木可的商品 那這樣的話當然就不可以去碰到 木可販售的錢 所有資金流動只能透過木可 心中存疑卻也還算理解 結果支持者三號買周邊支持阿伯 卻只能使用現金 這也讓外界之一是否藉此躲避相關規範 但是既然有一個團隊都有各自的分工嘛 該知道的人應該要出來說明 更奇怪的是鏡總表示付錢授權給木可證獲 但實際上很多時候都是男性志工幫忙搬貨 讓朱慧榮覺得根本就是睜眼說撒話 政黨真的可以這樣經營黨營事業嗎 當然你有開收據 或是你有開所謂的政治獻金的收據 或是開發票 這個都另當別論 但是聽說一開始是開所謂的臨時收據 你們要記者會我們就正式排時間 你們要問什麼就問什麼 面對記者提問 柯文哲閃躲不願正面回答 民眾黨則把問題推給財務部門 以及木可處理 其餘通通不知道 但對支持者而言 只想知道阿伯的政治獻金去了哪裡 民眾黨若是不肯講清楚 說明白就怕小草早就變韭菜 杜色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但沒關係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政治獻金 是引發了這個作假賬的疑慮 而民眾黨的中評會呢 今天是舉行了這個會議 要來處理這個關鍵的三個人物 包含這個時任的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以及這個競總的財務長李文宗 還有這個會計師端木正 是邀請他們三個前來說明 不過呢其實呢 目前為止 只有看到黃珊珊在大約3點50分的時候 抵達了現場 而這個關鍵的端木正以及李文宗呢 都是沒有出席的狀況 而在會前呢 其實呢 這三個人是不是會遭到開閘 尤其呢在這個會前 這個保三派以及砸三派的這個爭執喔 就一直是有這樣的聲浪在 而也關注說民眾黨會不會把整起事件的所有的錯誤都推到這個會計師身上 而黃珊珊呢 也是在稍早的時候出席了 我們帶你來看稍早的畫面 要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欸欸欸欸 前面蹲一下 OK那黃珊珊進去前呢 其實他在這個活動的上一場是出席了這個查障的記者會 他在記者會上對於這個是否要請辭的質疑 他其實就說他是不會戀戰的人喔 不過在追問他說如果不會戀戰 在整起善後之後 會不會來自行請辭 黃珊珊是沒有在任何回應 就直接快步的走進去了 而再也了解其實這整場的中評會呢 預計是三點召開 會找這個關鍵的三個人物來輪流說明 而李文中跟端木正的時間是在三點到四點之間 而黃珊珊是四點之後接著說明 每個人約半小時 不過目前呢是只有黃珊珊到場 而整個中評會呢 預計會開大概一個小時 也就是到這個五點半才會有最新說明 而有最新的進度 我們也會隨時帶你掌握 現場時間鏡頭交換紅欸 你四月做執行這個政治政治 不知道 經常有會見 但是你們都知道 那最後喬仗不成 所以才演見到今天的結局 這種細節又不知道 監察員我不知道 柯文哲搖頭再搖頭 面對記者追問 周刊爆出檢調發現 監察院在今年四月中 查出柯敬總政治獻金 收支不符約兩千萬元 疑似柯文哲黃珊珊 李文中等高層早知情 而民眾黨喬仗不成 如今才演變成假仗弊案 是不是在事情爆發之前 您就知情帳戶就是有問題 那監察院上不知情 不知情那請問誰知情呢 知道我就會 黃珊珊知情嗎 知道我就會管的 知道 記者追問到等柯主席 黨部開完會 柯文哲依舊跳針狂否認 接著就上車閃人 但收支落差數目這麼大 也讓綠營驚嘆 怎可能不知情 還在裝傻耍賴 他的帳目不清 東升報出問題 從四月開始三個月內 得重新送件 在關鍵的一百二十天 民眾黨高層們到底怎麼處理 才被爆出彼端 政治人物就是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那說明清楚我想還是誠實方位上策啦 說明清楚還是現在外界最希望民眾黨做的事情 這回柯紀總作帳 疑雲被揭露高層都裝傻 外界都在等柯主席交代 是否口中的透明公開 已經不負遺忘 東升新聞 呂士奇 李鑫燃 CNG小的台北報導 下午會開記者會 好 謝謝 何振營 假障礙風波 時任總幹事黃珊珊說不清 但看起來是老神在在 現在奇怪的點有很多 查障記者會讀缺財務長李文宗 本身就說不過去 黃珊珊竟然說李文宗被列為被告 但明明她是證人 難保外界沒有棄李寶山的聯想 現在甩鍋的用意已經藏不住 真的急了嗎 黃珊珊為了轉移焦點 看起來甚至要搭配黨高層 契李寶山的主軸 試圖糊弄社會大眾 就是不敢承擔責任 為了甩鍋隨便找理由 早已被看破手腳 民眾黨中評會不敢開閘 原因到底為何 且民眾黨中央委員張映善就舉了 挺黃珊珊的黑色之身粉磚為例 裡頭點名要可達鴨的 柯文哲出來面對 這就是黃珊珊在叫板柯文哲 像是在說如果你要我扛 你會出事 尤其現在民眾黨內四位北市議員 有三位是黃珊珊的人 柯文哲在台北的勢力 早就被架空了 所以黃珊珊不只不能辭呢 還要努力的把責任 甩鍋到其他人身上 這樣子他跟柯文哲 才有辦法全身而退 但若再沒人負責 中評會一旦又成了寶山大會 民眾黨下場恐怕不會太好 再加上除了假賬案 金華城案更是關鍵 綠銀劍指黃珊珊就是 政商之間的牽線人 即便當事人說沒有私相授受 但似乎有越來越多把柄被握在手上 他都沒有阻止過柯文哲 沒有跟彭正珊講過 這會有違法相關的事宜嗎 那如果沒有講 黃珊珊是不是故意 在放水這件事情 黃珊珊一人勾出好幾起爭議案 民眾黨若堅決保山 恐怕最後通通收山 東線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政治獻金假賬爭議連環燒 如今有挺科鐵粉看不下去 痛批木殼公司金流不明不白 要求民眾黨說清楚 其實柯文哲進總志工 王紅大媽老司機朱慧榮 在臉書上爆料自己第一天 去當志工的時候 就覺得遲早會出問題 因為明明木殼商店 就設在進總旁邊 但所有的志工都被鄭重告知 不要幫忙販售木殼的商品 所有政治獻金 都由木殼工作人員接手 意味著志工不可以碰到錢 以及周邊商品 都收現金這件事情 是很不符合常理的 也就是說你收現金 當然你有開收據 或是你有開所謂的 政治現金的收據 或是開發票 這個都另當別論 但是聽說一開始 是開所謂的臨時收據 而且明明科文哲 凡事都希望電子化 但進總的木殼 卻沒有任何電子支付工具 全部只能使用現金 甚至一開始還沒有開地發票 最奇怪的是 進總表示付錢授權給木殼 立貨 整貨 但實際上很多時候 都是男性志工幫忙搬貨 根本就是睜眼說撒話 政黨真的可以這樣經營黨營事業嗎 內部的志工朋友出來爆料 連他們都看不下去 所以顯見 柯文哲進總就是獨厚木殼公關公司 綠營也痛批 一向強調公開透明的民眾黨 和木殼公司沆瀣一氣 如果金流真的清晰分明 怎麼到現在都講不清楚 面對記者提問 柯文哲閃躲不願正面回答 也讓支持者心中有了更多疑問 民眾黨若是不肯講清楚 說明白就怕小草造就變韭菜 多瑟新聞知識中心綜合報導 兒子都30歲了 又是想要幫他結婚 有在到處晃晃看房子是沒錯 世上只有媽媽好 柯文哲一家就是最佳寫照 陳佩琪坦承替兒子看房 因為前民眾黨新竹縣黨部執行長林冠年 在網路上爆料說 陳佩琪在立法院附近看房 房價就高達1.2億元 但丈夫柯文哲先前才向有人哭窮 難道這些都是假的嗎 台北市就是那麼一區 而且房價都很貴 我不想要房子多少 那我就是到處東看看西看看 就希望兒子結婚 能夠有自己的一個住家這樣子 陳佩琪想讓兒子未來還是住在自己附近 不怕高房價 但這些錢又從哪裡來引發外界質疑 說到替兒子打算 不得不說 陳佩琪先前惹出小草咖啡廳風波 涉嫌用兒子當人頭 違反公務員規範 將在21號接受聯誼約談 我要拿到那個聯誼拿到的那個檢舉人的檢舉信函之後 那我會請聯誼說那你去到台北市的商業 商業處還是商業師 去看看去查這家公司的裡面的股東 董監事還有負責人或職員的一個結構 陳佩琪被檢舉卻理直氣壯 似乎想要反咬檢舉人 還強調面對各界質疑 未來除了寫臉書 歡迎來提問 可以啊 歡迎啊 每天都來 沒有下雨的時候歡迎每天都來 我每天在前面開個小型的記者會 另外陳佩琪生日這天上傳了這張慶生照片 被人發現已是柯文哲只穿內褲幫忙拍攝 引發熱意 那個是我老公幫忙拍的啊 他當然是有穿衣服 可是在家裡他如果老公沒有穿衣服 這個也不違法吧 就在柯文哲身陷假账爭議 身為他的妻子 似乎就怕丈夫不夠忙 陳佩琪未來還有機會惹出更多爭議 東線新聞女士綺李依茹 在台北採訪報導 許甫 陳志涵永遠最辛苦最棒 這絕對是對當前民眾黨最大的反諷 因為說出這句話的是 柯文哲的支持者張喬瑜 打開他的臉書 洋洋撒傘好幾篇 通通都是對著陳志涵罵 因為他心裡真的好酸好苦 看看張喬瑜回應黃友的話 他說反正看到他們夫妻 都要誇獎辛苦了 你們所有事都沒錯錯的都是我們支持者 自家人開始找戰犯了嗎 民眾黨持續的失血 難怪小草柯粉看了都崩潰 拜託他們不要再多講 柯文哲主席持續放任 戰狼母姐會放火 何時能止血 賽後小組的成果恐怕也不樂觀 陳志涵心事高調 連柯粉們都難忍 張喬瑜繼續抨擊 認為事發好幾天了 柯文哲都說別添亂 但陳志涵夫妻卻一直發文引戰 沒完沒了 根本是在幫忙天柴火吧 但其實最讓這些基層支持者無法接受的 是黨中央可以一直對外出包 支持者卻只能一忍再忍 出這麼大的事情 還不准黨員發表意見 按照這說法真的是新政治新氣象嗎 民眾黨本來就是一個 去中心化的一個政黨 因為它就是從網路起家 所以每個網路各自都是一座山頭 然後就覺得很有話語權這樣子 然後常常都會用這些粉絲 來要挾黨中央去做什麼事情 民眾黨內人士行事作風 已經越來越不被自家人認同 當然 柯黑四肠貓戰火持續 他說當初爆料學府月薪12萬 被陳志涵說查也不查仔細 現在查仔細了 卻又說是在揭露個人隱私 看來出了事會不會被出征 態度絕對是關鍵之一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覺得有點難過對我的基層的同仁 因為他們被肉搜 把他們的薪資去做一個排行 上館長陳志涵直播吐苦水 讓民眾黨力院黨團主任陳志涵 不滿的排行原來是這個 網紅四肠貓留宇計算 總統大選三大進辦政策 幕僚總薪水排行 時任柯文哲進省副總幹事的 陳志涵排第五 總薪資超過102萬 四肠貓說五個月算下來 陳志涵月薪平均20萬以上 就是你敢報大家就可以看 這全部都是公開資訊 寫在監察院網站上面 四肠貓算出幕僚總薪資前20 民眾黨佔了12人 但陳志涵為團隊救驅 訴說他們走大甲媽又多苦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為了省錢 我們怎樣嗎 我跟你講我們是 我們是住那個公廟的大通鋪 很簡陋的大通鋪之外 我們有睡在遊覽車上 因為他們根本不需要 被這樣公審跟肉搜 民眾黨他們其實在選舉期間 一直哭說他們很窮 很可憐 很辛苦 可是看來阿伯 對那個底下的員工 都還滿好的 陳志涵說在科團隊工作人少是多 紅四叉貓操作薪資排行 是人格謀殺 並且聲明自己月薪不到10萬 四叉貓排行把年終加班費 薪資混在一起亂講一通 公布基層員工的個人隱私 是垃圾資訊不值得回覆 把文罵我 好兇喔 他說我是對他的什麼人格抹殺 他就說他這些錢是賺得很辛苦 他說那個他還要陪阿伯去走大假媽 人家走大假媽是為了信仰 你走大假媽是用了月薪20萬 真的不爽不要幹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總統大選政治獻金 申報不實爭議延收 帳目資料各界持續挖到底 蜂瀉宗 許宇晨 台北報導 台北報導